土地均裂,大湖泊成了小水塘 为在法国中部克勒兹省自然保护区内的朗德湖 自然生态丰富,是许多野生动植物的家 但是,从今年春天以来降雨就少 加上高温热浪,湖泊面积大幅缩减 从原本大约100公顷,降到现在15公顷 几乎快要干涸 再这样下去,恐怕湖里的鱼也都存活不了 环保人士与当地渔民合作,展开抢救行动 到目前为止,已经救出大约600公斤的鱼 由于缺水情况严重,地方政府也采取限水措施 洗车与花园洒水都禁止 期待这波热浪早点结束 大家希望女方编译 大家希望女方编译 感谢观看